喂,你好,你好,罗台长,你好,罗台长,很久没有给你通到电话了,很难打这个电话,是啊,是啊,嗯,好,我有个问题刚才就是谈到小房子的问题,就是说,因为,因为这样的原因呢,我男朋友也开始念经了,因为他过去只是说心中有信,但是没有好好的念,那么他现在呢,腿上开始有点疼,疯湿吧,那过去小时候的怀关节扭伤以后了,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呢, 也开始疼了,那我说,既然这样,天天老师听台长开始,自己又不念经,对吧,那么他开始念经,但是呢,我就现在跟他一块念小房子,就写上,我就说叫他自己写上,然后呢,烧的时候也叫他自己烧,那么一些大经人,因为他念的比较慢,那么我就念了大贝度或者心经,一些小经,叫他一块念,那我们两个人念一张小房子,有没有效果啊? 你们两个人念小房子,两个人名字都要写上去 哦,要写两个人的名字? 对啊,你比方说一家小房子里边,你念的大贝度,他念的心经,对不对啊? 对 那么你们两个人就要写你的名字,他的名字,静正,就可以了 哦,要写,在这个,前面我们发了两张词,写他的名字 哦,那不行的,那效果不一样的,没用的 哦,没有用,等于是白念了 哦,应该他念的这些经文有用,而你念的这些经文,他就收不到 哦,这样子 嗯 那以后念的时候就改过来,就是说,前面都要写两个人的名字 我是说他的要经者啊 哦,你说要经者是吧,哦,收的人是吧 对,我是说,他比如说他像欧某某的要经者嘛 哦,那就没关系了,那就没问题了 哦